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后币区新加国小长城当地白沙屯百年历史的宋江镇,校内有座少见的宋江镇兵器陈列室,经台南市府补助更新内部空间外墙彩绘,今天学校以办起事的方式,结合新加南载有一丝学生学习成果,为换上新装的宋江镇兵器陈列室举行启用。 包括台南市议长赖美慧,新加里长张细云等人到场祝贺,校长林郎俊说,新加国小宋江镇纯列事变金庄,期望透过硬体改造让宋江一镇文化得以传承,未来并将持续透过套路演练传承阵法一纪,借由艺术神庚来深化学童对传统一镇的认同。 新加国小组队传承白沙屯宋江镇至今27年,今年取得南市教育局艺术神庚计划补助,透过艺术家到校指导学生进行宋江镇纯列式外部墙面彩绘,经过彩绘课程改造后,外观充满童趣的宋江镇人楼彩绘,让人一眼就能认识和亲近宋江文化。 而宋江镇陈列式内部,则获得南市文化局一镇传奇培育企划专案补助,将原本简易的宋江镇兵器奉制式巧妙地重新设计,打造出别具一格且充满宋江文化背景的宋江镇兵器陈列式。 内部搭配红黑二种颜色的主视觉设计,以及旋转式兵器柜和纯木装饰陈列枪面,让兵器陈列具功能性与变化性。 学校过去也推出新加国小宋江镇扑克牌桌,由宋江头马赛克拼贴铁器再造等多元学习,跳脱单纯记忆的训练,争取更多对传统一镇的认同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